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歼35舰载机终于高清照 飞行高清照给大家放了 这张照片牛逼 三号机高清照放出 但是他还带前面的空宿管 应该还是正在测试当中的照片 然后放出来了 应该是很早以前的照 不再纠结了 应该是是否弹射 已经意不大了 他就是肯定是能弹射了 高清照放出 这款战机的性能 其实是看的编号是三号原型机 还有空宿管 应该是绞到之前试飞阶段 然后拍的个高清照 现在终于给你放出来了 你看垂尾上的35非常明显 未来定名肯定是歼35了 着剑尾钩还有弹射杆 还没安 所以说强化后应该是主起落架 有强化的主起落架 所以说他应该确定就是建来型 还有双引擎 对吧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歼35 而且是双发重型 咱们福建号最新照片 看他和歼15一边大 或者比他大一点 第二款 全球第二款 古代隐身舰带机 原型机审飞的FC31 所以现在官媒都管他叫FC31改进版 还没有正式命名 应该就是歼35 双发重型 一点不弱 而且肌腹上带了龙波透镜 看到吧 肌腹带龙波的透镜 那么和尖领一样 属于标准操作了 同时也代表他隐身性能非常强 他不带这个 就是自己都发现不了 他必须得带这个东西 带这个东西 就是让自己脊方能发现的 至少不挂龙波透镜 雷达是看不到的了 所以都不知道他在哪 那么脊方飞行员 要进行这个 比如飞行测试也好 进行模拟也好 如果己方雷达看不着你 那不行了 所以这个歼35机辅主弹舱 空间还是不小的 你看这个主弹舱空间 你可以做一下对比 至少能带4枚以上的中极弹 对吧 因为你跟这个歼35的对比 就非常明显了 那么测弹舱好像是没有 没有测弹舱 因为通这个高清站照片看 它没有测弹舱 J20是有测弹舱的 如果牺牲一定的隐身性 它还能外挂 它还可以外挂 野兽模式外挂 那这个飞行 飞行这个隐身性就影响了 央视公布了 我们现在连续公布 我们现在这个主力 主力作战装备 就包括什么 歼15实战驱离 美军战机等等 包括我们解放军东风31AG 我一会儿再谈 印度的欧亚时报 也谈到解放军东风31 三个旅东风31AG 36辆发射 一次骑射 360 这个一会儿再介绍 解放军或者中国 尤其是现在世界 即将面临一个大战 中国现在在用最短时间 向世界透露信息 就是我们现在和美军的 这个 等于是在缩短 或者我们赶超美军实力 实际让更多的资本 相信中国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们坚15实战驱离美军军机 实际是资本 就是不让资本去赌 美军能赢中国 美国人就赌这个 美军一定能赢中国 所以资本就留在美国 但是我们如果能赢美军 他们就会逃离美国 至少他会把一部分资产 分配到中国 至少这个战争不会打 他资本当然不愿留在美国了 22年5月 当时报的是 辽宁舰西泰原训练时 美国海军林肯号和林肯号 双航母同时 从东河南两个方向 夹击我辽宁舰 他讲的是这个过程 当时频繁派舰载机 对我军进行跟踪监视骚扰 那么林肯号和林肯号搭载舰载机 主要是大黄蜂和F35 这种时刻 我军飞行员叫张敏和战友挂弹起飞 死死咬住美军军机 从高度8000米缠斗至2000米 最终美军军机成功的被驱离 张敏是解放军一等功臣 年轻时候曾在舰载机 叫航母舰载机折冠 他当时成功的攻克了航母夜间着舰的难关 有人把这个形象比喻为叫漆黑夜晚的萌眼 驾驶时速200多公里的汽车 在高速 那由我军的这个主力飞行员和美军军机硬杠 也说明了情况的凶险吗 要不然上级不可能派他去驾机起飞吗 还我军做好开火准备了 这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 可以说透露信息非常多 很多人认为歼15舰载机是一个过渡性产品 抓紧时间要淘汰了 但这次面对大黄蜂还有歼35 我军歼15硬碰硬 而且取得胜利就说明我们的歼15能力非常强 美军可能针对我军歼15进行了专门训练 美军的VFC-12中队超级大风风战机涂了中国海军的歼15涂装了 就模拟贾氧敌来磨练他的飞行中队 官方显示歼15 歼15是航程在3500公里 升线是2万 最大飞行速度是2.4马赫 而这个FA-18如果带三个富游箱的话 转场航程也就3000 带仨富游箱也才3000 富游箱用完就扔掉 也只能飞3480公里 再加上歼15要更大一些 同样的挂载弹药量 因此歼15航程重型战机 航程要比FC-18有一定优势 也就是说为什么歼15能够和美军战机从8000米高空缠斗到2000米高空 我们航程有优势 我们可以跟你干 底盘高速稳定 不是高速稳定 高机动性 印度媒体欧亚时报 他说中国的东风31 假改叫AG 发射车能打12000公里 而且据说专门发射弹道是经过了菲律宾北部 然后关岛附近 落入了法属玻璃尼西亚群岛附近 这个是专门这个弹道设计的 一个是警告菲律宾 一个是打美军航母警告 说三个旅的东风31AG 合计有36辆发射车 然后一枚东风导弹可以携带10枚核弹 那么一次就可以骑射360枚的核弹 这是印度人算的 实际上这种独特的越野形式就是没法防 你没法提前消灭掉 就是二次核打击的时候 我几吨重的 我居然还能渡轮去运到岛上去 中国这种发射具有隐蔽性 外野军侦察侦察不了 这是印媒说的 印媒猜测说 中国东风导弹发射数量肯定是个机密 但是按照现在看 中国数量绝对是惊人的 而且还有东风4E威力更大 那种导弹发射说数量也是不强 但是那个射程可能要更远 即使东风31A的这种 不是AG改 假改 而是东风31A数量可能 包括先进程度 也已经超过印度想象了 印度现在也已经是 认为中国东风31都是它这个天花板了 就是东风31A都已经可以达到一定攻击能力了 所以印度人现在对于中国东风导弹 现在是羡慕嫉妒 不知道对我们有恨 是广 arrive的